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兼字開封 今次我會和大家開封這個刀劍神衛 劇場版 罪列戰爭 首先, 看看開封之前的樣子 未開封, 就在這裏 右上角寫了, 就是這個新影片 其實它前身是新一來的 原本好弟弟一間公司, 為什麼會改變呢? 其實是有些特別原因 而我呢,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我都知道它是什麼原因, 應該要改名 但這些就不管了, 這些題外話 這裏就寫著, 完全生產限定版 有些什麼呢, 就說 特製電影特刊 還有這個, 寫著108頁 還有這個, 影像特典 PV 和CM 集 通常就是那些預告等等的東西 BRAID 首先, 這裏就有個... 嘩... 有些印在這裏 其實你看到這些位置, 做得蠻漂亮的 是閃亮亮的 真是, 抵讚的 旁邊呢 寫著劇場版, 刀劍神衛, 罪列戰爭 對啦 完全 申請... 申請... 對不起, 完全 生產限定版 BRAID DISC 這裏就寫... 喂, 頂 這裏寫英文 對啦 這裏就不讀了 都是... SAO THE MOVIE 這樣 OK, 後面 都是一些很好沉的東西 都是寫完全限定生產 知道的了 知道是限定的了 OK 知道的了 它說這個是 角色設定 總作畫 監督 竹立 神 吳 全身 潰 或 特製的外盒 這裏 都是說有特刊 以及這個 的 景象特典 這裏寫了一個 Story 即是這個故事都得說什麼 即是這個劇場版故事都得說什麼 那... Class 即是... 一些角色 以及一些聖憂的東西 以及製作班 即是原書誰 主題曲 插曲 那這裏呢 就是... Blue Way A區 屬於 不是全部區 都看得到 即是你可能是... 某些地方 例如美國的 你就不能看得到這裏 就是這樣 它有日語、日語 以及這個 粵語 主要其實這裏 音效 有點不同 為什麼會有兩個日語 因為有些不同 即是有些聲音 那... 繁體字幕 一定有了 真的... 真的... 試過呢 其實是... 有些碟是會有簡體字幕 即是香港版的那些碟 即是走光其他國家的人 這些都是音效的東西 那... 級數就是疑童不疑 真的... 那... 聽說呢 這一套就是... Blue Way 應該是... 好像是戲院沒有看的 Blue Way 就有些東西看的 即是明日內 即是... 某一個位 就會有些東西看 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 另外這裏就寫著 德利 那... 其實通常這裏就... 上映的時候會是新影 但是通常出碟呢 就... 德利幫他出的 以前是自己出的 到後期 德利幫他出的 好像合作一樣 那... 有些警告在這裏 那... 旁邊呢 未開是這樣的 那我現在呢 事不宜遲 啊... 就開了它 看看吧 好啦... 那麼快呢 就... 開封了 拆了包裝 其實後面那個呢 這一面呢 就可以... 打開 直接撕出來 但是呢 他就... 雅是黏了東西 對啦 學買雷射 那些東西 學不是雷射發行的東西 另外一邊就是... 有個童人在這裏 但是呢 都是閃亮亮的 有些位置 做得不錯 那這邊就... 大哥 你真是... 吵架啊 你真是... 喂... 好實效啊 先倒轉 撕掉它 嘩... 你真是這樣貼了我 是吧 真是學了 嘩... 雙面膠你玩我嗎 會不會貼爛的 我沒事啊 啊... 應該就住 哇... 真是... 給個嚇死的 那... 這個雙面膠 收起來 真的... 真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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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這邊 那... 撕掉了 真是給我... 那... 那... 這是... 一個... 英文 那... 那... 是閃亮亮的 我覺得是做得不錯的 就是閃亮亮的 那... 哇... 頂一... 後面有一樣的東西 所以那些角色我就不知道 但是這一個呢 這些不懂要抵打 有這個銅仁和阿絲娜 非常之... 挺漂亮的 這個設計 旁邊這裏沒有東西 這裏就是劇場版的角色 那這裏是做什麼的? 這裏是裝著碟子的 我印象中好像是日本 兩碟還是三碟 香港通常將東西組在一起 只有一隻碟子 但不代表它少了 不過有時候真的少了 但這些就... 香港就沒有辦法了 這裏都是寫著... A區啦 部A 身影 還有... 刀劍神域的劇場版 盡量戰爭 這裏就簡簡單單看完了 但這裏是... 看看... 哪裏先是... 這個是背面 但移出來就不知為何是這邊對我 那裏都是... 其實呢... 真的都蠻難看的 現在清楚了 都叫神域 劇場版 聚烈戰爭 寫英文的 那你現在看到呢 我不知道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其實它是銀色 然後呢... 這些是白色字 但現在好像不是... 拍片的時候 不知為何好像怪怪的 對... 原來... 照了燈 就變成銀色 其實是這樣的 它的效果 即是它的設計 這裏本身是銀 但它又不是反射得很重要 所以就在光面前 都是... OK的 那這一個呢 其實是有印象中是... Poster 其中一個封面 是這一個 有個童人在這裏 還有阿絲娜在這裏 那這裏 也是劇場版 刀劍神域 巨烈戰爭 對... 的字眼 旁邊呢 又是沒有東西的 那我不斷地打開看看 先看一看 正吧 這些 看書仔都蠻開心的 有時候看書仔都蠻開心的 那我會不斷地立下眼 給大家 嘩...這些是小說的 小說的封面 穿完歹 或者穿完歹 即是它的音 很難讀 比較特別一點 嘩...這些是... 第一季的東西來的 嘩...幽靈子彈編 那香港暫時呢 其實是... 完全是沒有出過 碟的 即是這個... 即是你不計劇場版 其實那一集就是 完全沒有出過 好啦... 有一個童人在這裡 阿絲娜 阿妹是祝達賽內輩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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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沒有看日版 我是看粵語版 那... 所以日本的聖幼呢 它配哪個角色 我是不是太清楚 是呀... 奇恩耶...奇恩型的...奇恩 茅場徵然 茅場徵然 好像有些逆是什麼茅場徵然 開始劇場版國式 開始 其實 都蠻搞笑的 其實這隻碟 我印象中很多地方 其實已經推出了 我不知為什麼在香港 這麼遲才推出 是要等到 電視都做完才出來推出 其實發行公司 某程度上是要檢討一下 如果這樣是為了等的 我就覺得 不介意 但如果你等電視出 你也不是的話 就 真的沒有話可說 其實我很期待 到底 這個 劇場版的粵語配音會是怎樣的 其實期待了很久 也有些 擔心 老實說 有時候我們會想 一個電影公司 即是 一個發行公司 他辭出 會不會是為了等電視版呢 因為有很多人 其實 看電視版 聽電視版的聲音 就是 好像鋼鍊一樣 其實出回電視版的 配音 是好很多 因為其實 有些發行公司 知道已經拿了東西 第一季的時候 之後他就會 吸取了教訓 就會用回電視版的聲音 就是 這裏齊人 就是沒有了奇音 就是 就是 主角加上後宮 那樣 這些 通常才會有的 這些 結尾的時候 我印象中 好像說 什麼 要令個女兒復活的 我沒記錯 這個故事是 對了 看完 那 OK 好了 今次 這條片 就來到這裡 各位觀眾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你可以按個Like 或者Share 如果想支持我的 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條片 回來再見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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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